為了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 啟動九龍東辦事處聯同專業學會和藝術發展局合辦 城市藝場設計比賽飛越天橋底2.0 邀請參賽者為觀塘繞道下面的30條橋等設計巨型壁畫 而我們早前亦為這個設計比賽舉辦了開幕典禮和頒獎儀式 得獎作品是《Leap up 九龍東》 創作團隊將地區特色和藝術元素駐入觀塘繞道下的公共空間 有助將九龍東締造成一個與別不同充滿藝術創意的核心商業區 我們這次設計的創作靈感其實是來自九龍東各時期各行業不同的人物 例如觀塘其實在宋朝的時期是發展延業 五六十年代就發展造船業 輕工業時期就有製作塑膠花、電子等等 到現在的金融業、設計業、文化藝術產業等等 所以我們設計橋等的圖案的時候 亦都順序地去繪畫各個行業的人物 例如鹽田工人、造船工人、塑膠花工人等等 記錄他們的工作和對九龍東發展付出的努力 市民亦都可以透過迫畫了解到九龍東的蛻變和不同的香港故事 在表現手法方面 其實我們這次特意是用了一個插畫的形式 因為其實我們第一次來到橋等的時候 已經覺得它這一個這麼巨型的比例 是很適合我們用一個比較換味的手法去把它呈現出來 除了描繪不同行業的人物之外 其實我們這次亦都特意著墨了 描繪九龍東優繁文化藝術的一面 例如繞道下面有很多年輕人 踩滑板的地方 我們特意畫了一個六七米高的年輕人 在玩滑把的圖案 而在接近海濱的橋上 亦都有畫到漫步海邊的戀人 以及在做健身的人士等等 希望將觀塘具活力的一面都能夠反映出來 整個施工過程其實分了五個部份 首先我們要去到現場度赤 然後我們將舊的壁畫移除 然後就是平整橋墩 再來就是用新的壁畫在現場做一個效果的測試 最後就是現場施工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現場施工的部份就是最困難的 因為天橋底下的公共空間 本身都十分之受公眾的歡迎 加上有各種的餐廳和活動場地 所以在施工過程當中 除了要做到過程順利之外 我們都要確保每一個場地的使用人員 是不會受到影響 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跟每一個持份者之間 很緊密的溝通和協調 就十分之重要了 這輛九龍東其中一個致性關鍵 就是他們加入了和公眾互動的元素 創作團隊為每一個人物設計了專屬的照片類鏡 市民透過掃描壁畫上的二維碼 可以化身成故事中的人物角色 大家分享觀塘海濱報道美麗的景色 為了解更多的消費 在這兩邊的掃描 我們會有很多的消費 也會有很多的消費